MASA 炖煮料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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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,我是MASA 平常我們做肉塊炖煮料理需要加熱很久的時間 這樣才可以享受口感很嫩的肉 問題是有的部位因為加熱了太久 口感變成太老 還是吃起來很乾燥的狀態 這次我要介紹超級快速可以做出來的 跟豚肉隔離很接近口味的料理 但下週菜、套餐還是鑽在便當和都很適合的 做法是很簡單 好,那我們就開始做 很簡單 我們一起做的 如果有任何宜礦會有油的 所以我們在炖煮料理 炖煮料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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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蝶子 蝶子 冰糖 沸騰 味噌 味料 是最舒服的 都要得到 就算的 倫敦 只要在狗肉 煮到处理 咸还要用 煮天 冷酱 和白菜 小麟 切津 牛肉 加入水 切成了 切成了 加入水 串尾 入炒 水 酸成 炒到 炒熟 牛肉 炒熟 煮成 炒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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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骨盾 振一锅 骨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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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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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紅白芳草 蒸發碎 蒸發碎 放入小米 蒸發碎 大蒜 蒸泡 蒸發碎 蒸發碎 放入大蒜 OK,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豚のくるくる巻きにてしゅく 完成啦 好了,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 很开心哦,就看到这个漂亮 有光泽的猪肉,口水一直出来了 好了,那么我来先把这个萝卜泥 装在肉块上面 然后试试看哦 では,いただきます 嗯 嗯 嗯 味道是真的是跟豚のおかくに 很接近 但是口感是非常的松软的 看起来口味是很重 但是因为有搭配这个萝卜泥 所以吃起来是非常的清爽的 像这种口味跟白饭 一定是很好吃的 我来把这个装在白饭上面 试试看哦 もう一回きます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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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 我觉得这些肉块 直接装在白饭上面 做成冬饭也是一定是很好吃的 哇,真的是太下饭了 好啦,先休息一下 我来把这个前菜 我来把这个前菜 这一次的 啊,お浸し 试试看哦 因为这一次是有很多肉片嘛 所以一定要搭配一些蔬菜的 いただきます 嗯 嗯 嗯 大家刚刚有听到这个脆脆的口感吗? 就是那个 Komatsuna 它的口感是非常的好 而且它配这个 GOU 这些两种不同口感的食材 一直吃是非常好吃的 这一次的味噌汤 我有加入 角白笋 这个也看起来很好吃的 いきます 嗯 嗯 好啦,这次介绍的料理是非常的简单 这一次我是用 啊,五花肉 因为我是很爱吃的 那这个肉的部位 啊,蛋雷改成 别的也可以哦 比方说 啊,美花肉也是可以的 反正你要 这样子卷起来 然后加一点太白粉 煎一煎就可以了 那如果要做更多的变化的话 放一些蔬菜也是可以 上一次我有介绍过加入 啊,金针菇 有豆腐 煮过的马力薯等等 都可以 希望大家享受好吃的猪肉料理 谢谢! 请不吝点赞 感谢观看